刷到了一个讲脱骨秀的段子的一个老师 当然是以娱乐为主的 这个段子大体内容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很差劲 这个财政呢也缺钱 甚至有很多体制内的一些工作人员呢 连工作都发不下来了 甚至是要降薪的 他就讲现在也有很多贪官互利啊 他就像代表这个普通的很多老百姓的新一生 真的应该好好查查这些贪官互利 叫查贪官冲过库渡难关 他当时编了一个九字的一个民谣 娱乐一下就完事了 也不可能陷进大的啥波兰 这事就让我想起了 曾经在2020年我们山洞就出了一个巨探 他贪污了103个亿 他是横峰银行的一个行长 只是一个行长的一个角色就能贪污103个亿 103个亿什么概念 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 要是如果全部换算成这个百元那个大钞这个现金的话 我估计就装一个屋子都装不下 103个亿啊 可能单正老百姓这辈子都见不到 说他已经荒淫无度到什么程度呢 买一条腰带二十几万 一天要挥霍四十多万 就这样来去消费 这个钱都不知道咋花了 他已经把这个银行当成他自己的提管机了 而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现象还少吗 特别是这两年对不对 一个高管挪用了一千多万 到最后银行说这个责任不能是纯银行全部自己付 而且要储户还要负一部分责任 那这个年代真是很多事情都没出江里去了 不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就只能是发牢骚而已了 如果让你啊 在这个职位上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可能会经得出这样大的一个诱惑吗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